一段家国王室 数度凶人春风 同宗两岸 海峡一湾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流 有哪些改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血浓与水的 因爱相承 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拨开岁月春风一样 见历史背后显为人知的眉目 带您走进见证传奇的音乐人物 分享难忘的台海记忆 他出身写客 一生跨越三个世纪 1949年年过半百的他 在时代的风雨中 何去何从 蒋夫人也有时候好像考虑到瑞士 也考虑到美国 增加来往了很多 1950年登陆台湾之后 他和蒋家父子之间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这苏美林对蒋介石那家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柱 1975年 丈夫蒋介石去世之后 他如何与蒋经国相处 蒋经国用的称呼 是最尊敬的称呼 每次都写信什么都是叫母妈母妈 2003年 他走完自己的一生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 他与台湾有着怎样的联系 天涯共此时 台海记忆 带您一起走入 宋美林的台湾岁月 从1950年算起 宋美林在台湾的岁月 断断续续的超过了30年 那么在台湾 宋美林度过了怎样的岁月 她与蒋家政权之间 又发生过哪些写没人知的故事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段 尘封的往事 有请今天的道场嘉宾 来自台湾的知名作家郭冠英先生 还有台湾的历史学者 伍之章先生 有请二位 请坐 1949年 随着蒋介石从成都关底 撤退到台湾 一度号称拥有800万军队 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 及其政府 在大陆宣告失败 此时 宋美林正远在美国 四处奔走 希望争取对蒋介石的更多援助 然而这一举动 也引来了台湾民众 相当大的误解 台湾岛内有舆论认为 捧宋家族成员多以赴美 宋美林也将滞留国外避难 也有传言指出 宋美林已在海外 为蒋介石安排好的退路 当时退居台湾的百万民众 在岛上神经高度紧张 台湾大多数有钱有势之人 都想着赶快逃离 然而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 就在蒋介石 拜托到台湾后不久 宋美林却乘坐着美林号飞机 从美国飞离台湾 宋美林这个选择 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蒋夫人也跟蒋先生 谈过很多次 准备在到底 万一台湾守不住了 在这个到底到哪里去 有的时候叫东京 已经开始准备买房子了 那么蒋夫人也有时候 好像考虑到瑞士 也考虑到美国 曾经来往了很多讨论 叫怎么做 但是蒋先生还是坚持说 他还是要在台湾守下去 所以在五零年的回去 就是作为夫人 可能对于先生 有很多后面 怎么打算 还替他再设想 但是当时他到台湾去 这样一个举动 您认为 对于当时蒋介石 在台湾的这种政权统治 起到了什么样的帮助作用 辅助作用 蒋先生实际上 他这一生 碰过很多苦难 碰过很多挫折的时候 在心理上 他对宋美龄是非常依赖的 比如说他在西安事变的时候 宋美龄深入虎穴 其实是冒了生命的危险 蒋介石非常感动 觉得他是一个 可以共患难的伴侣 在西安事变的时候 蒋先生在最低潮 在最痛苦的时候 他说不要他的太太来 这个太太还是坚持来了 所以他见到他就流了泪 哭起来了 他说这个金 他说我刚好那天早上读圣经 金要女子护卫男子 果真到了下午 他太太就来了 所以他非常感动 就哭起来 那退到台湾以后 美国人的帮助 是最重要的一个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不但在美国 争取到资源 而且到了台湾以后 就代表 能够 他能够来跟蒋介石 在一起的话 以后的美元 都比较可以持续的来到 因为他们家里 宋子文 宋美龄 跟美国的关系 非常的好 这样 所以这个蛮重要的 所以后来 在这个 1949年到1950年 这段时间 韩战发生以前 陈陈就讲过了 本来美国人准备 是放弃台湾了 美国当时觉得 国民党救不起来了 腐败 无能 陈陈就说了一句话 本来美国人是 人地都不认 后来是 认地不认人 最后是 人地都认 这在一年中间的变化 美国对台湾 态度的转变 一方面突如 对当时世界格局的考虑 另一方面也与宋美龄有关 二战中宋美龄 曾经在美国巡回演讲 掀起一阵中国旋风 她用非凡的气场 面带微笑的开朗性格 以及流利纯正的英语 征服了许多美国人的心 也为美国对华关系 增添了筹码 1949年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 对美关系 毫无疑问是台湾生存 与发展的命脉 1950年1月8日 尚在美国的宋美龄 发表告别演说 表示与丈夫共患难 并于1月13日抵达台北 蒋介石亲临机场迎接 这一举动引发了 美国和台湾岛内的广泛关注 夫妻再见 已是斗转心仪 大陆已成往事 在面积并不大的台湾岛上 宋美龄将会如何帮助 蒋介石渡过南关 开启他们的台湾时代呢 蒋夫人他们这个跟 西方跟美国人的背景 对于蒋介石的很多的事业 有很大的帮助 包括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争取美国人的支持 争取美元 后来一直到后来就成立 有些美国人就批评他们 叫做中国游说团 他在美国当时成立了一个 院外援华团 当时的援华是指台湾 院外就是指国会以外 国会指这个上议院下议院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以后 美国对于国共之间的历史 以及美国自己本身的政策 有很多的反省跟检讨 所以那个时候呢 宋美龄在美国的 所谓援华活动就变得比较容易 后来就确实争取到很多美元 争取到美国的军事 对台湾的支持 宋美龄在宋家三姐妹中年龄最小 大姐宋爱龄是孔强西的夫人 二姐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 因此当1927年12月 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时 引起了中外轰动 这场世纪婚礼 也因此一向是众人 非短流长的对象 人们判定他们的结合 必然不是为了爱情 但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 虽偶有小矛盾 却非常甜蜜 其感情之深厚 在西安事变中 更是崭露如鱼 连一开始不认同 他们结合的二姐宋庆龄也说 开始并没有爱情 但是我认为现在有爱情了 美龄真诚地爱蒋 蒋也真诚地爱美龄 退守台湾后 他们的感情与老而迷睹 蒋介石晚年家庭生活中 宋美龄是不可或缺的 宋美龄到台湾后 特意拜两位国画名家 习练中国画 蒋介石经常在一旁 欣赏夫人的画作 并偶尔会落款提字 自立行间 不乏向宋美龄流露出赞誉的措辞 同时蒋介石在日记中 也对夫人多是赞扬与关心 显示两人夫妻情深 每当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困境的时候 至少在心理上 他都依赖宋美龄 都希望宋美龄在身边 所以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讲 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柱 那么蒋介石这一生 在他很多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从很多资料里面看 他有两个精神支柱 一个就是宋美龄 一个就是从宋明理学里面 找一些可以支持他的理论 让他继续撑下去 继续奋斗下去 宋美龄一路陪护蒋介石 在台湾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晚年时光 两人亲密相依 感情热度 在外人看来 蒋介石对宋美龄称得上是百依百顺 然而这种和谐 却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被破坏 1966年年初的时候 台湾进行了第四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来自宋家的一位无俗之客 从美国返回台湾 这个人就是宋美龄的外甥 孔令侃 对于孔令侃的到来 有人说他带着对政治地位的明显诉求 那就是反台要关 人们纷纷猜测 这是孔令侃的姨妈宋美龄的一手安排 蒋介石甚至因此和宋美龄冷战了一段时间 两人的关系才恢复正常 事实真的如此吗 孔令侃在我们的美国外交系统里 蛮有影响力的 好像是做顾问 因为蒋夫人在处理美国外交方面 等于不是头一号也是二号 很重要的人物 关系都是他的 可是最后决策是蒋介石的 所以他所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人 在我们的外交系统里 那这个就是孔令侃 比较有那个影响力 所以他在我们的每个驻美国的 那个那是我们的那个代表呢 都要尊重这个孔令侃的这个意见 大概是这样的而已 孔令侃实际上他在国民党老一辈心目中 他是一个完全负面的人物 因为他的行为很逃放 不守规矩 那么同时呢 因为上海打老虎 蒋介石上海打老虎 杨子岸 那么他被逗臭 臭得一塌糊涂 当时监察院也好 甚至傅斯年也好 都有文章 都有很多人告到监察院 要弹劾杨子公司 那么实际上监察院也调查过杨子公司 所以没多久 他就把杨子公司结束了 结束以后呢 后来的不管是国内或者国外的媒体小说 一直丑化孔令侃 所以到后来他也知道 陈浅 他公开根本不露面 不跟外人接触 此次赴台湾本想某个一官半职的孔令侃 没有达到目的 但他并不甘心 1972年1月 他再次由美国飞离台湾 这一次 宋美龄又向蒋介石历见 他的这个外甥 结果 蒋介石和宋美龄 因为蒋经国 孔令侃之间的行政部门负责人争夺战 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冷战 蒋介石还因此离家出走 最后终以宋美龄妥协而化上了句号 蒋介石一心要培养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接自己的班 这一点宋美龄心知肚明 这位后母与儿子蒋经国年龄只相差13岁 尽管并非亲生 但数十年的相处也让两人之间非常熟悉 那么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相处的过程中 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年以前蒋经国对宋美龄是尊而不亲 表面尊重实际上不亲 可是到了台湾以后 历经一个大的灾难以后 他们慢慢慢慢建立起真的感情 尤其是宋美龄在很多事物上的拿捏非常精准 蒋经国当行政院长开始几乎所有的大事情都会向宋美龄报告 而宋美龄从来不参加意见 他只是点头 所以他对慢慢慢慢以后两个就建立起真的感情 那这时候金国当时对这个妈妈还是很尊重 那么在蒋介石去世以前 听说把他们都找过来说 我就是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好 或者能够好好相处 这样我就心安了 所以两个人都在蒋介石的床前面点头 那蒋介石心安 1975年蒋介石去世前夕 蒋经国与宋美龄上演了彼此关系最融洽的一幕 据说病态中的蒋介石曾多次紧握蒋经国的手说 孝顺如母 则鱼可安心于地下意 又把宋美龄的手放在蒋经国的手上 叮嘱她要以孝父之心孝母 蒋经国说 而当谨遵复命 过去如此 今日如此 日后亦永远如此 言霸相对而弃 蒋经国遵照父亲的指示 努力维系与宋美龄之间融洽的母子关系 那么您怎么看见蒋介石当年从中做的这些努力呢 他现在档案资料里面有很多 好几封信是蒋介石起的稿 蒋介石用蒋经国的名字发的信 可是原件一看稿子是蒋介石迷的 也有信是宋美龄写给蒋经国的信 这个稿子也是蒋介石迷的 所以他一个双方代笔 然后让他们互相通信 所以蒋介石对调和他们母子关系来讲 是煞费苦心的 好像当时想让蒋经国承认这个宋美龄 像亲妈妈一样这样是吧 他早就承认了 在理论上他早就承认了 每次都写信什么都是叫母妈母妈 都是这样承认的 蒋介石不能跟美国比较好 但蒋经国其实跟 因为他是留恶的 他的同志 美国人当初很忌讳这个蒋经国 认为他走的都是苏联那一套 都是搞这个正宫的这套 所以美国人把他当作 台湾最可怕的人物 在五零年代六零年代 所以这些人都讨厌蒋经国 事实上 宋美龄之所以奋力举荐 自己喜爱的外甥孔令凯 一是因为台湾的政治气氛 逐渐发生变化 尤其是蒋经国方面 力量逐步走向强势 宋美龄政治影响力逐渐虚弱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是与日益走下坡的蒋介石的健康情况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1969年 82岁的蒋介石在阳明山遭遇车祸 此后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 频频亮出红灯 蒋家政权也面临着重重危机 1972年围绕着 是否给85岁高龄的蒋介石动手术 台湾医疗组和美国医疗组有明显分析 此时的宋美龄会采取谁的意见呢 蒋夫人也有时候请美国的医疗小组 心脏科专家回来会审 那么美国人就主张要在肺部做后面的穿刺 这样子来救他身体 所以他晚年的时候还蛮清醒的 但是身体已经非常弱了 弱到到什么程度呢 他后来第五次当选我们的领导人的时候 出来打招呼 跟所有的国大代表打招呼的时候 后面是一个沙发 坐在沙发上是撑起来的 撑起来是这样打招呼的 台湾的医疗小组是反对这个东西的 结果蒋夫人采纳了这个美国医疗 这个医生的意见 就做了那个背后的那个穿刺 因为在医生的立场来讲 替一个领袖动手术是有风险的 第一个 第二个每个人都怕担责任 所以能够用比较和缓的方法 不冒风险的方法是最好 力排众议 选择为蒋结石做手术 宋美龄要下怎样的决心 我们不难想象 1972年 蒋介石已经85岁高龄 当他这一年第五次当选台湾最高领导人时 身体已经颇感吃力 给蒋介石进行肺部的穿刺之后 蒋介石的身体并没有按照宋美龄 和手术专家预想那样好转 反而出现了台湾医生所担心的那种情况 手术后 蒋介石的病情突然失控 蒋介石用日记记录了父亲病情一步步的发展事态 随着蒋介石身体的江河日下 蒋介石在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 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十一时五十分经过抢救 无济于事 最终撒手归西 蒋年89岁 那前面我们聊的是当年宋美龄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想再问一问宋美龄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 由于这个蒋介石已经掌握了所有的权力 所以后来好像蒋介石说那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走开好了 不过并没有说闹得很不愉快 只是说后来反正台湾是已在当家了 我就到美国去了 宋美龄定居美国以后 我查那个档案资料 他们有一年往来的信函八十几封信 一年365天八十几封信 几乎两三天就有一封信 两三天就一封信 而且蒋介石用的称呼 是最尊敬的称呼 抬头是母亲大人 那么最后呢落款是儿 儿子的儿经国跪下来禀告 是用最谦虚最卑微的那种称呼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你想想看 一年八十几封信 蒋介石也死了 他要演戏的话是演给谁看呢 所以他们之间到后来 除了母子之情之外 还有一种患难之情 还有一种革命感情 这个感情是真的 我认为是装不来的 蒋经国对宋美龄是百分之百的尊敬 重大的事情啊 他们之间唯一的争执 就是台湾跟美国断交 台湾跟美国断交以后 宋美龄在美国非常生气 因为台湾跟美国断交 这个是大家都预料得到的 迟早的事情 可是断交的过程呢 美国做得非常粗糙 非常不礼貌 就是半夜把蒋经国叫醒 片面的通知蒋经国 事先完全没有 应有的国际礼貌 没有注意到 所以夫人非常动怒 说是外交人员的失职 要求蒋经国处分外交官员 蒋经国就写了封信给夫人 说这个大势所需 外交官员也尽了努力了 他们对没有太大的责任 可是夫人一气之下 几年不离蒋经国 也不回信 蒋经国速度派蒋孝勇 去看宋美龄 去跟他道歉 同时自己也写信道歉 这是唯一蒋经国跟宋美龄 有一点点争执的地方 其他的我想都是传说 蒋介石去世之后 作为儿子 蒋经国依然非常尊重宋美龄 在很多方面 依旧尊从宋美龄的意见 然而毕竟私人已去 蒋介石的逝世 让宋美龄失去了半个世纪以来 最亲密的伴侣 精神依靠 与权力的忠心 尽管蒋经国和蒋家人 对宋美龄很尊重 但在蒋介石去世短短几个月后 已经78岁的宋美龄 还是选择了飞往太平洋的另一端 到美国度过晚年生活 这一去长达11年之间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离开台湾呢 身在美国的宋美龄 能够割舍他对台湾的情感联系吗 他跟外界讲他是养病 可是他对蒋经国讲 台湾是他的伤心地 尤其是在关底 因为他毕竟在关底 跟蒋介石过了几十年 生活了几十年 一草一木都令他触景深情 独物四人 独物四人 他出身写客 一生跨越三个世纪 1949年年过半百的他 在时代的风雨中何去何从 蒋夫人也有时候 好像考虑到瑞士 也考虑到美国 曾经来往了很多 1950年登陆台湾之后 他和蒋家父子之间 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这宋美龄对蒋介石那家 是一个精神上的资助 1975年 丈夫蒋介石去世之后 他如何与蒋经国相处 蒋经国用的称呼 是最尊敬的称呼 每次都写信什么都是叫母妈母妈 2003年 他走完自己的一生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 他与台湾有着怎样的联系 天涯共赐时 台海记忆 带你一起走入 孙美龄的台湾岁月 那后来 宋美龄到了美国之后 那么多年 他真的就是平淡的生活吗 完全忘掉台湾的政治 退出政坛了吗 我觉得他在那边 当然对台湾事情 还是蛮关心的 还是有人跟他报告什么事情 但是他不会出太多的意见 我只听说在 中美转交了 就是美国转承认大陆的这个上面 他是跟这个杨锡坤 我们那时候驻美国的代表 就说你啊 你不要回去了 那个台湾这个情形 没有什么希望了 还什么 就叫他不要回去 有这个话 后来杨锡坤写文章写出来 说蒋夫人还叫我不要回来 1979年 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身在美国的宋美龄 也表现了对此事的关注 然而更多的时间 宋美龄在美国 过着相对平静的晚宁生活 直到1985年 一份特殊的著作 打破了宋美龄生活的平静 这年年初 美国作家斯特林·希格雷夫 撰写的《宋家王朝》出版 并且风靡当时的美国 香港及东南亚的几个地区 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用大量的史实 向人们展示了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 显赫一时的 宋氏家族的兴衰荣辱 宋美龄认为 这本书污蔑及丑化了蒋介石 和孔宋家族 他作为宋氏家族 还健在的成员 必须奋起反击 宋美龄首先 让台湾若干知名历史教授 联名在美国各家报纸 刊登启示 博斥本书作者斯特林希格雷夫的天界 然而没有确凿证据进行的反夺 只能是空喊口号 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反而给斯特林希格雷夫 宋家王朝做了一份免费大广告 刚好碰到我那个朋友 不是就给他做这个主要的秘书 他也跟我讲 讲妇人心里其实很难过 我在那个纽约的时候 刚好处理那个宋氏王朝那个事情 宋氏王朝那本书出来 那其实那个人不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是一个这个等于小说家 就把一些历史的东西 穿着附会的全部写成一个小说 就写成因为他们家是海盗出身 什么的一大大 本来这个人写海盗的 那么我们在那边做外交官 我们要处理这个事情 花了 后来秦孝宜还召集了 我们台湾所有的历史学家 大家来批判这个书 但是我们有批的人就觉得 你不必这么大张 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历史东西 你不要把它很认真的去批评 客居美国11年后 1986年 90高龄的宋美龄 以参加奖介石百年名售纪念活动的名义 返回台湾 重新住进士林官邸 这一住又是五年 宋美龄回到台湾后 在社会激起强烈的反响 人们纷纷猜测 她回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据观察家分析 宋美龄反台 是因为蒋经国要表现台湾各方面的团体 调和与元老派 保守派之间的矛盾 商讨晚年接班大计 当年10月31日 宋美龄发表了纪念丈夫的文章 题目是 我将再起 有人认为这是她东山再起的宣言 那么一篇文章能否就说明 她再起的政治野心呢 我将再起 那篇文章啊 那个是蒋介石 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 他特别从美国回来 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也引起很大的误会 一直到今天 台湾 尤其台湾的民进党 还拿这篇文章做文章 认为她有再起的野心 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将再起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什么呢 是英国伦敦盖那个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 一个很有名的射击师 在那个地上挖出一块墓碑 是很古老的墓碑 是拉丁人的碑 那个碑的死亡者的内容 什么都不清楚 可是那个碑用拉丁文写 我将再起这几个字 代表犹太民族的一种奋斗的精神 那么宋美龄就用这个题目 在抗战的时候写过一本小书 小书 鼓励士气的小书 题目就是我将再起 那么蒋介石四十一百多年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名字 鼓励国民党的人继续奋斗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虽然历经灾难 可是必将会 我将再起 全文是这样子 可是呢 台湾的民进党 是唯恐天下不乱 而且找的机会就丑化蒋家 丑化宋家 所以就用这个题目 栽赃 做宋美龄有政治野心 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就在宋美龄留在台湾的时候 1988年1月13日 儿子蒋经国 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下 突然大量吐血 引发心脏功能衰竭 离开人寡 蒋经国去世后 台湾的政情 逐渐趋向 复杂与动荡 国民党内部 开始了长达五六年的 权力争夺 那么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 住在台北 身份特殊的宋美龄 又会发挥 怎样的作用呢 他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就是他写了封信 说党主席不要这么急着推选出来 因为他就觉得李登辉有问题 我想这个可能是孔令坎跟他讲的 就是李登辉确实是不能够令人放心 因此他们就说 我们不要让李登辉 当党主席 只是他继承这个领导人可以 因为在我们的基本法上 这个是应该的 我们也都觉得 当时听了那个蒋富人的意思的话 慢点选这个党主席 或党主席让这个 另外一个先生来做 比如说让李焕 或者让谁来做 或者让余国华来做 而那个政方面就让这个 李登辉来做 但是不要给李登辉太多权力 当时这样考虑一个好的 所以这个安排 最主要原因是 蒋经国使得太仓促了 由于蒋经国仓促离世 国民党内部一时间局面难以收拾 宋美龄提出的工作节奏缓一缓 争取更换人事安排的建议 最终并没有得到采纳 那么对于当时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李登辉 见多识广的宋美龄 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蒋经国从来没有说 要让李登辉来接班 后来他们都是这样认为说 蒋经国的去世太充促了 因此就没有安排 很多要做要安排的事情 都没有做到安排 因为他是一下子那个 食道破裂 大量出血 大概十分钟内就就就就死了 这时候呢 这个常会本来叫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 突然前一天 李焕就接到这个 秘书长就接到蒋夫人的信 说希望能够把这个选举呢 推到7月7号的全代会再来决定 要有一点时间 等于拖个半年 因为蒋经国是1月13号去世的 这时候就让这些中常委感到为难 就在上面呢就有传说 说这个中常会就不通过 李登辉当党主席案 这时候这个宋楚瑜 他就急了 其实宋楚瑜只是副秘书长 他不能够讲话 他只能列席的 他就在那边说 这个会认为为什么不讨认 违背这个讲经国的意思 弄了这些常委们 也感到非常的不高兴跟尴尬 宋楚瑜这样发了脾气以后呢 他其实是知道他这样是不对的嘛 所以我觉得蒋夫人当时的那个信 我当然我觉得那个是很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看得出来 觉得李登辉有台独的景象 有这个跟我们所有以前的那些 基本的认同有这个违背的景象 所以还是大家等一下再看 或者最好是党方面还是由老的这个 这批老人来控制 正方面呢 由这个李焕来控制 那么李登辉呢 效法以前的严加干的那个体系 如果当时维持这样的体制的话 台湾后来的发展会比较好 结果没有搞到这个体制 就变成党政权都被李登辉一把抓 所以李登辉就把整个我们 国民政府这个推向推向了一个 亲日走向台独的这个方向去 这是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好的一个发展 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宋美龄心里十分明白 李登辉并不可靠 为了避免出现台湾籍领导人 同时兼任国民党主席的局面 1月26日下午 宋美龄叫他的孙子蒋孝勇 亲自送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 一封历史性的亲笔信函 信中表达了他的意愿 即他认为此时选举国民党代主席 时机不当理应缓议 在国民党十三大时决定才比较合适 但是李焕等人经过紧急磋商 决定不等代表大会召开 立即进行 第二天国民党中常会如期召开 由于事前布置周密 李登辉顺利坐成了国民党代主席的位置 那么宋美龄这个意思呢 我们当然他写这封信的意思 没有人完全了解 那我们事后猜测可能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李登辉的威望 可能压不住正脚 他怀疑的 第二个那个时候民进党已经崛起 是不是李登辉 在思想上能够对抗民进党 这个也是他的疑虑 那么事后后来很多老臣 尤其秦孝宜 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悲痛的不得了 说当初还是老夫人有远见 当时不听她的话 搞到今天这个局面 今天这个局面假如蒋经国地下有知 一定会痛哭流涕 李登辉在刚接这个位置的时候战战兢兢的 非常恐惧的 戒胜恐惧 因为他没有班底 党他也没有班底 军也没班底 政他也没有班底 他是孤鸟一个 所以在他知道夫人反对以后 他当选了就是27号 那年的1月27号 临时中常会他当选了以后 他立刻去看夫人 那么夫人在知道他们中常会反对以后 也特别派蒋孝勇向李焕解释 说夫人对这个接班人的问题 完全没有意见 只是他根据过去国民党的传统 国民党过去的传统 这个主席一定是党代表大会决定的 而不是中常会决定的 他只是希望李登辉的接班更有正当性 蒋经国的突然去世 将李登辉意外地推到了历史前台 当初李登辉在被蒋经国看重时 是个完全无意政治 醉心于学问的学者 然而政治目光敏锐的宋美龄 却始终对李登辉充满了担忧 宋美龄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印证 李登辉一上台 在诸多领域上违反基本政策 许多政治走向也都在打蒋家人的耳光 岛内还掀起了批蒋的风潮 以及侮辱蒋介石同向的作法 这让宋美龄大为伤心 对于晚年的宋美龄来说 眼见的亲人离去 岛上试探炎凉 1991年他再次离台赴美 并从官邸带走了大批的行李 那么后来宋美龄为什么再次选择去美国呢 第一次他说是去修养身体的原因 那么这一次呢 因为后来台湾的局势变得越来越诡决 对他来讲完全不能适应 尤其是民进党的崛起 民进党的很多理论气氛种种 尤其蒋经国在晚期的时候 一再受辱 受民进党的羞辱 这个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刺激 而且他晚年的时候 他的生活很狭义 生活内容很丰富 每天这个听音乐 看书 做画 尤其是画画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他晚年的生活 并不寂寞 那么他最后不来台湾的原因 除了身体的情况之外 最重要我相信他对台湾的政局变化 是有一点痛心的 蒋夫人对台湾的情形 有一段时间很了解 后来就不了解 为什么 因为后来民进党崛起 一直到陈水扁当选 所有的亲戚 好友都瞒到蒋夫人 不跟他讲 怕他难过 不告诉他这些事情 所以他到底知不知道 不晓得 可是至少那个时候开始 他对台湾渐渐渐渐陌生了 宋美龄晚年退出了政治舞台 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美国过着平静 恬朗的隐居生活 1994年 97岁的宋美龄 曾短暂回台湾 逗留了十天 看望病危的外甥女 孔令美之后 悄然离去 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台湾 之后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土地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传奇女性 晚年不断遭遇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九十多岁高龄了她 见证了亲族凋零 蒋经国的儿子 她的孙子蒋孝文 蒋孝武 蒋孝勇 一个个都走在了自己前面 2003年10月23日 身在美国的宋美龄 这位横跨三个世纪的传奇女性 在睡梦中刻然尝试 享年106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